中华队举重女将许淑敬 在仁川亚运为中华队夺下首面金牌 以总和233公斤打破世界纪录 许淑敬也坦言 停举132公斤是他从未举过的重量 为了击败强敌哈萨克选手 潜能完全被激发 非常兴奋 因为在训练的时候没有举过这个重量 因为在像辛苦的训练 然后终于有拿到金牌 闭关了两年 然后又再出来国际赛的一个最好的礼物 许淑敬在抓紧第二把挑战101公斤失败 成绩一度落后 经过教练提醒调节好呼吸 最后许淑敬超越极限 突破世界纪录 教练蔡文也特漏 因为在休息区 看到哈萨克选手齐萨洛 打算要举130公斤 才逼得他把许淑敬的停举重量 修改为132公斤 当下我很激动 掉眼泪 因为那是一个 许淑敬从来没有举过的一个重量 唯一就是靠许淑敬 激发出他最大的潜力 才有办法去举那个132公斤 两年前在2012伦敦奥运 勇夺银牌 这回在女子53公斤量级赛中 以更耀眼的成绩缔造新纪录 薛淑敬也将备战2016的巴西奥运 期盼再创夹击